比如说以B好了,B1当成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查询,比如说我想要知道最后一笔在哪里 那通常我会怎么样呢?从B1的位置,或者是说你可以从B2啦,因为B1的 这我先把这个先 冻结窗格好像也会影响到,我不确定是不是会影响,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冻结窗格的部分的话,我先把它 取消一下,比如说B1呢,Ctrl向下 就可以知道 1240 有没有,那回传回来呢,基本上就会知道说是1240 那如果说他是 第一次的话,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从第二列 那分别写入到哪一个,你就是分别写入到 234 就是第23456,然后后面,那这个地方R是列 后面的话,你可以B啦,用B或者用数字都可以 B栏一直到 F栏 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写进来,写到下一笔资料 写完资料的话呢,再给他一个编号 那编号怎么取得呢? 你可以取得这一列的 第1个头 就是编号 再把它怎么样呢? 加1 写过来就好了 好,所以这地方应该 基本上那个 城市的流程应该有概念,只是接下来怎么写 我想如果你有个底之后要写,应该不困难 对不对,应该如果回去 有在花时间练习的话 应该不算太困难的事 好 那等到写一笔资料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们功能里面还有所谓的什么 清除 可以把它清除 另外新增资料 新增资料前面也讲过嘛 就是你第1个你要先设计一个资料库 然后一个资料表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就把资料填进去 填完 填资料我想前面也讲过 其实这个画面在 我们的应该填资料的话 这个是重新输入啦 就是后面加 双引号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新增资料的话呢 就前面也有讲过 就在这里 然后 怎么 那全部 把全部的资料都放进去也讲过 新增所有资料 所以这个逐一我们等一下 等于实际上这一题就是 这个做一个复习啦 稍微做 那避免错误这边也有 如果Aerror的话怎么做 然后 Seql 语法这边也有 OK所以请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那画面部分我也把它放在 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但这个名称尽量跟我一样 如果你自己要改名称的话 你的程式 程式的部分就会跟我有不一样 OK 好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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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